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四个字 废止一章 大家有没有发现 美国对中国的极限打压和制裁越来越升级了 招数越来越多了 受得越来越恶劣 越来越下流 但是中国人民也越来越适应 能怎么着呢 不就这两下子吗 外交部都不重复一大堆话了 就回四个字 废止一章 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今天我想跟各位说说 我想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倾向 就是有一些来自于我们内部的一些教授的居高临下的指责 说中国的外宣被民粹主义绑架了 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样的说法 没准在这些教授老爷们的眼睛里看起来 你这么说话就叫民粹主义 那我请问教授先生们 各位可尊敬的老爷们 按你们的说法它不是废止一扎咯 按你们的说法美国对中国的极限打压 我们只有你来设售咯 我们只能笑脸相迎咯 我们热脸要贴人家的冷屁股 任人家欺负咯 我们要对等的做一点反对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 有限的 我们教授老爷们就出来指责了 你外交降低专业性 你民粹主义情绪 你自媒体有门槛 你的水平太差 好 我就属于被人家的攻击的 属于水平太差的 就这一条说对了 我水平确实很差 那也要看跟谁比 有的教授啊 我告诉你 有的专家啊 我告诉你 也就那么回事 就拿香港来说 香港黑豹到什么程度了 香港打造抢烧到什么程度了 香港国安法落地了之后 情况改变了没有 改变了 美国人不甘心 英国人不痛快 英国绅士在这撕破脸 英国的美国的政客在这 接二连三的捣乱破坏 我们回他一个废纸一张 我们怎么就民粹主义了 不民粹主义 你说应该怎么办呀 对不对 外交部发言人 这次主要是针对 主要针对美国政府所谓 对香港的商业警告 这商业警告有意思 警告就警告吧 这次叫商业警告 商业警告意思说 我破坏你市场 我破坏你金融地位 我就不想让你家好好吃饭 啥叫商业警告 这叫商业警告 这次有个特点 对七名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 实行制裁 中央驻香港机构几个负责人 美国人点着名 一个一个一个制裁 这叫干嘛呀 美国人起个名叫商业警告 这不就抹黑香港商业环境吗 香港商业环境 现在国安法出台一周年 最近刚刚到一周年吧 搞得不错呀 对吧 你现在制裁中国所谓 中央政府驻港官员 这叫什么 这叫非法制裁 你这个完全没有国际法依据 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 有你这么干的吗 这用我们的说法 就叫干涉中国内政 那中国呀 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忍了很久了 中方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 国安法实施以来 我们现在看到香港这一年 踏实下来了吧 原来大街上 这条路就不通 这个李角桥就疯了 店铺全部是关门的 戴着黑口罩上大街 追着警察打 一帮所谓公民记者 就专门拍下来警察 为了反抗 挥动手里的东西 好 然后他把镜头一架接 就变成了警察时报 抓起来那个黎飞猫 那个毒苹果 在这里扮演非常可耻的角色 我们有些人呢 拿着境外的钱 回过头来 把香港变成一个 反华反共的乔头堡 乌烟瘴气 那香港变成臭港 没有见过世界哪一个 国家能够允许这种情况 继续下去的 国安法出台之后 继续恢复了 就前不久 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国币货币基金组织 这机构是权威吧 发了个报告 报告说什么呀 报告就是 肯定香港的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事重要啊 香港自由港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这件事 说明这一年来 我们的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后 现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固 最近美国人坐不住了 说你地位稳固了 你社会消停了 我颜色革命怎么办啊 我不能让你消停 我接着搅和你 所以唱衰香港 这次呢 叫恐吓香港 恐吓香港 不光恐吓香港市民 他主要恐吓在港的外国投资者 什么叫商业警告 就是我美国 我就不要脸了 我就是要破坏你香港的繁荣稳定 我就是要干涉中国内政 我就是要阻挠中国发展 怎么了 我美国老大 我就看不到你好 美国人现在也逐渐逐渐适应了 那中国不是你来身受了 中国呢 也会兔子挤了还登鹰呢 对不对 谁老让你这么欺负啊 我们这种反抗 我们这种对等制裁 我们这种呢 改变了战术打法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仗 来而不往 非离也 我们这种做法 其实在外交上是争取了一些主动的 而且呢 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种警告 这种反制裁也是有用 比如说欧盟 新疆的棉花 白花花的长荣棉呀 是全世界最牛的棉花 欧盟跟着美国跑 制裁啊 最近又对新疆光伏制裁 我们反制裁 你点我的名 我点你的名 你制裁我机构 我制裁你机构 你猜怎么着 欧盟老实点了 那下次你再动手 谨慎一点 伸手被捉 伸手被打 那你国际斗争吗 你说能怎么样呢 香港怎么了 香港到底有什么事 香港什么事也没有 就是有人捣乱 就是有人要把香港 变成了一个对付中国大陆的桥头堡 通过香港打压中国 就这么一个事啊 所以他们向中方通过香港这件事 不断施压 针对美方的所谓极限施压 我们是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的 那现在如果美方继续施压 那怎么办 那咱们只有 咱们只有奉陪到底 你还有别的路子可走吗 我看我们外交部的回应 回应得很好 回应得很好 除了说废纸一张 然后呢 还说这美式霸凌啊 这美式双标啊 你这叫什么呀 你叫狂妄自大 表现的不错呀 表现的淋漓尽致 你这种制裁和恐吓 你能够吓倒中国人 以前没吓倒 现在能吓倒 朝鲜战场上 你打着联合国军的喜好比活过 中国人被你吓倒了吗 是你过来签字了 现在朝鲜啊 现在朝鲜还是 朝鲜还是个停战协定 没打完呢 对于 这个老虎来说呀 如果他要吃你 你反抗他 他要吃你 你不反抗他 他也要吃你 毛主席 这逻辑叫做 二者必具欺 所以现在 美方制裁和恐吓 我们害怕 不害怕 他都要制裁你 那害怕能退到哪去 所以我们首先不害怕 你制裁吧 你恐吓吧 你笑不到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无论过去现在 我们不怕鬼 不怕鬼 毛主席当年呢 曾经这个推荐过一本书 就叫 不怕鬼的故事 我记住很小的时候 我爸爸是一个 我爸爸是这个 干部毒物 我看那上面有 不怕鬼的故事 讲不怕鬼的故事 那确实你怕鬼干嘛呀 鬼是吓人的 你不怕鬼 那鬼就没了 不怕鬼 为什么鬼就没了呢 因为最多 我变成鬼 什么叫我变成鬼 你不就这样吓人吗 你把我吃了 我变成你的样子 所以极限施压 那我们就把最坏的结果 估计到还能怎么样 因为如果我们不反抗 那也是最坏的结果 不反抗 那就是你灯台入室了 你隔着锅台上抗了 对不对 中国人不怕鬼 也不信谢 现在美国对香港 包括对中国的极限施压 这种霸凌行径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现在的态度很坚决 很简单 就是坚决反抗 予以反击呀 全世界谁都看得明白 我们胡同里 别看我们接到决议会 我们经常举行理论训计 还有理论中心组呢 大家特别一些老干部 看得特别清楚 美国现在这帮子人呢 叫什么 什么词叫 穷尽颠倒黑白智能士 在香港的问题上 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 我看现在我们可以用得着 有志气有不气 有底气 用得着这样的词 美国你说你制裁 你喊完制裁能怎么着吧 对吧 无非是造势 无非是制造舆论 无非是叫嚣一番 汪汪几声 你叫和完了之后 你还能咋地 对不对 从历史发展的大事来说 那中国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我们坚守的是公道和正义 所以用得着 我们年轻的时候 读中学课本 要读海业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你就来吧 你刨日商业警告也罢 或者其他什么制裁大棒也罢 你能咋地啊 我昨天我看北京香港 澳门三个地方 视频连线 昨天有个会大家注意了没有 举行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 回顾与展望专题资访谈会 开会的人 开会的人 跟这个全球化智库的这帮指责中国外交的这帮人不一样 这帮人我看发言 质地有声 警告 正高 正高那些试图以谬论误导人们对香港国安法认知的美国的势力 以西方的势力 你们这套践踏国安法 干涉中国内政 你这种制裁毫无效果 能怎么样 你说制裁那几个副主任 对吧 叫他们不去美国 你叫我们去 我们去吗 你们那儿 你们那儿太吓人了 你的德尔塔太吓人了 德尔塔完了还有阿尔法 阿尔法还有阿尔法加强版 你现在叫我们去 我们去吗 说他们家的直系亲属 不能跟他们做生意 谁跟你做生意就不做了呗 对不对 现在我有个想法 我说美国人我们要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什么 感谢他们的制裁 给我们拉了一个名单 美国人说黑名单 这七个人上黑名单 他们的黑名单对中国人来说 这就叫我们的光荣榜 就像我们西工大 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 我非常骄傲 我是西工大的兼职教授 很多很多年前我是西工大 全校开大会 拉着气灯 晚上在操场上讲课 不过那时候我讲的是轮子的事 讲的是反尾科学的事 西工大我去过几次 哎呦 我对西工大一项真好 原来一说工业大学 哪个市省市没有工业大学 我就以为是一般院校 去了西工大 聘为那西工大兼职教授之后 我才知道航空航天航海 三航中国国防尖端 包括现在我们很多杀手点项目的总师级的干部 科研人员 都是我们西工大的人 美国制裁好几次了 好几轮了 西工大老在上面 你这不是表扬我们西工大吗 北大清华 极少有此殊荣 那好 祝君 我们对西工大这样的学校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啊 我看很简单 多给点钱呗 他们的毕业生应该受到更多的欢迎吗 政策倾斜吗 对不对 好 那美国人对西工大的制裁 我们这边看 那现在美国人点着名制裁我们中央机构驻港的干部 那这些干部提拔呀 重用啊 对不对 那就应该优先考虑 所以以后是不是 我这说的不见得对啊 咱也不了解组织不工作规矩 咱们就老百姓 我们退休这么多年了 体制内的事也不了解 但是我们这么想过 隔壁王党也同意这个意见 他们收拾我们 我们就表扬他们 这是很简单 对不对 那很好啊 等于说你帮助我们做了调查 你认为这些干部 从你的角度来说制裁 那好 从我们的角度 那就表扬他 这样行不行 能不能变成一个 至少作为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这样可以不可以 现在你们要打压我们的中央机构的驻港的干部 那这不是反过来敲响你们在香港的那些代理人 就是所谓反中乱长分子 你不是敲响他们的末日和丧中了吗 黎飞猫现在在里面服刑呢 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罪 分裂罪 这事还在酝酿当中 假如黎智英分裂罪夹到他头上 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他至少在监狱服刑时间更长 有一个词我们今天不大用了 这个词在列宁著作当中讲的很多 叫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要有无产阶级专政 因为取得政权之后 我们的力量弱 敌人的力量强 而且敌人要疯狂的反扶 在这个时候 对付内外反动派 我们必须有自己铁腕的手段 那个东西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有的时候把它叫做人民民主专政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专政的手段置于敌人 那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 人民的意义的戕害者 但对人民则实行民主 对人民实行民主 和对反对分子反动分子实行专政 这就叫做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一级 列宁同志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国家处在这样一个坑子上 滚石上山 内外敌人疯狂打压过来 而且有了许多百年未有变局之下的新的特点 这要做 但有许多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个时候 那我们在舆论上 就绝不能怕别人说我们什么民族主义 是个民粹主义思潮裹挟挟 那在行动上就坚决做出 彻底的表示 美国方面编造谎言 是吧 发生商业警告 这是 这叫构陷 就像人姑娘好好的 你非得说人家姑娘生活作风不好 中国啥事没有 新疆平安发展那么好 你天天在那大声嚷嚷 说什么种族灭绝 你们家才种族灭绝 原来你们有多少万 有几百万亿尼安人 后来是25万 那些人哪去了 请你告诉我 种族灭绝的事如果放到你们的历史上 你们光辉的建国的历史上 你美利坚灯塔国的历史上 那个东西叫什么呀 叫不叫种族灭绝呀 还有德国人也跟着喊什么 种族灭绝 你们不喊别人看见你们的 都会想起那个洛瓦美术声来 你们跟着瞎喊什么呀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们应该理直气壮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我们没看 我不知道是赵立坚说的 还是华春莹说的 还是这个汪文斌说的 废纸一章 说的好 我们就应当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它 忘了忘了跟各位说了 香港香港这一年来 不光是这个货币基金组织 对香港的金融重新地位的加以肯定 而且这一年来呢 有很多好的现象 去年2020年 比如香港的资金额是多少 有五百多亿啊 五百多亿美元 香港银行体系结算 那叫结余不是结算 创历史新高 港股IPO 就首次公开募股 集资额多少 多少我不知道 反正全世界排第二 全世界排第二 你这么打压 这么折腾 香港 港股IPO 依然全世界排第二 这个募资额 募集资金的额度 联合国有个冒发会议吧 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 这权威吧 联合国冒发会议 香港2020年 国外资金最多的国家和最多的地区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不久报告 再次肯定 这我刚才跟已经跟各位说了 所以现在是说明 无论国外投资者 还是本地的投资者 对香港的商业环境 信心削弱了吗 没有啊 那怎么了 增强了 投资者懂得要把香港放到中国整体环境 大背景宏观发展当中去观察 那当然就体会到立足于香港 那自己只要香港稳定 我能在这地方挣到钱 所以那既然能挣到钱 咱们大家为挣到钱 为过好日子一块奔吗 那好 美国人破坏我们 不让我们香港般人破坏我们 给我们搞商业警告 商业警告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破坏你商业环境 那这就是说明 说明美国没别的办法 没别的办法 才爆出口 才撕破脸 所以美国现在呀 越来没什么好招数 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坚定细心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